我看你 這麼多 女孩 這次不同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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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來了 來 今天康熙來了 邀請到大家的厚處逼 臭虧熊 李羅 因為眼火請假賣給你 臭虧熊而廣受觀眾喜愛的李羅 更被媒體封為歐巴桑殺手 但是你知道嗎 出道前的李羅 是北區著名的角頭大哥 從出路酒駕到經營職業賭場 成兄多狠樣樣都來 但如今浪子回頭的他 早已是眾人皆知的好爸爸 標準居家的好男人 今天李羅來到康熙 究竟是誰惹毛了他 讓李羅揮拳揍人呢 就連咱們的主持人小S 也甘願做大哥的女人呢 看官們好戲上場囉 今天康熙來主人 當然還是康熙跟CD 我們今天的客人 他演的戲的數量 徐CD小姐 妳可能一輩子 都沒辦法演到那麼多集 一輩子都不行 而且受歡迎的程度 也比不上她 對 她的觀眾群 妳也搶不到 說真的 我真的有一點太都會了 誰在乎這件事 我們有要聊這件事嗎 妳很噁心 真的 我可能到菜市場 那些中年婦女 並不見得有多喜歡我 可是她到哪 大家都會喜歡她 不是不見得多麼不喜歡 妳可能就會真的拿菜刀砍 也不至於啦 也不至於啦 今天言行太棒了 我們今天這位來賓 他演的連續劇 已經將近2000集了 實在是非常驚人的數字 我們歡迎李羅先生 歡迎李大哥 你好 大家好 請講話給你一千八百集對不對 對 一千八百多集了 幾年喔 1998年 到現在已經五年多了 還在錄 還在播 是每天 每天播 365天每天都播 真的嗎 連週六日都 對…都有 所以你就是已經紅到 走在路上或是菜市場 連阿婆都會追著你跑嗎 不會 他們有點懷疑 就是因為劇中是個老頭嘛 對 染白髮對不對 他們說到底是不是 反而會有點懷疑 你真的很奇怪 你在戲裡面演老人家 然後你平常這樣 就是個年輕人 也不怎麼年輕 而且你今天頭髮 會不會吹得有點太誇張了 這是傳說中的麥當勞頭嗎 裡面可以藏很多東西 他的瀏海之下 可以藏很多東西 整個好高喔 我就兩種頭 一種就粗皮頭 一種就麥當勞 因為我頭髮很細 就是如果我洗完澡 然後讓它放的話 就像女孩子頭髮完全貼著那樣 所以不吹不行啊 那吹要吹什麼樣子咧 自己大難題的 這還蠻創新的啦 還蠻復古 所以你有沒有算過兩千 將近兩千級代表什麼 你說賺很多錢嗎 一級如果三萬塊就六千萬了 對 而且三萬很客氣對不對 我覺得以他大概一級有八萬 八萬的話就一億六千萬了 天啊 富豪 沒有 你結婚了 而且有小孩 你不要嚇手 他的瀏海會不會這樣嚇手 一億六千萬你也不嚇手嗎 可是跟他親吻的時候會覺得 那是什麼 不要擺他的瀏海 好啦 夫姐不要討論瀏海 有一億六千萬吧 沒那麼多 你從拍戲到現在當然賺的可能會有 可是 七七不七腳沒有那麼多了 嚇人了 可是也身價 可是你是主角啊 是主角 可是哪有可能 一級沒有到八萬 沒有 沒有 那一定是半個鐘頭 對 但是應該也賺了不少錢 很多啊 有賺 因為想要跟他借錢他就借你 真的嗎 借我兩千萬 好啦 一百五啦 一百五十萬 可以考慮 真的假的 沒有啦 像有老婆小孩要保守 你是不是一直以來 就是一個很夠義氣的人 朋友對我的評價可能是這樣啦 所以應該是兄弟吧 好戲劇性的一個笑聲 是嗎 是有混過嗎 以前啦 以前啦 不懂事是嗎 你以前的幫派名字叫什麼 高瀏海 不要再改太瀏海了 你有點禮貌好不好 對 忍不住很想要 他才衝到側手機改髮型 你比較煩啊 不會 不會 所以那時候你有被砍到嗎 那常常的啦 所以現在他有傷嗎 多了 手指頭都變這樣了還怎麼樣 蛤 對啊 他在騙我們呢 這是左手 這是右手 手都萎縮了你看 對啊 怎麼搞的 你看多少 全部都是壞掉啦 手指頭都快掉下來過 你看 天啊 大哥 原諒我們剛才開你玩笑 而且你 瀏海咧 沒有 我跟你開玩笑 很有型 真的非常帥 準備好大 沒有 因為以前來上 我們節目的藝人 他們就是有卸透過 但是沒有那種大型的傷疤 對啊 然後褲腳軟捲起來 都只跳小小 像蚊子叮過那種疤 可是這個我真的有點嚇到 我身上都我就動了 所以這個是被挑過金這一類的嗎 沒有 這常常就 因為人家一個砍下來 你自然反射的動作會擋 擋自然反射的動作也是右手 所以右手中堆脫 所以那個指頭已經舉不起來了 指頭只可以這樣 對啊 所以我手指頭差點掉下來過 那砍下來直接就抓了 抓了還要把它搶下來 所以手指頭差點掉下來 這都還在 好猛喔 砍下來用抓的 我們以為只有港片裡面 因為你現在手上沒有東西的時候 別人把你砍下來的時候 你一定得搶他的東西 要不然你就準備被砍死了 可是周星馳都會用手這樣把它夾住 萬一沒夾到 所以你如果是幸福就一直這樣 夾三次你就死了對不對 打蚊子 這一招就不行 這一招不行 這招不行 那你那時候在混的時候 生活是什麼樣子 但是就除了打打殺他之外 然後還要幹嘛 工作是什麼 工作就是 經營賭場 酒店什麼的 講真的還是胡我們 真的嗎 這有什麼好假的 我不講假話了 所以你真的是在外面混的 以前 我現在很善良 我沒有老婆有小孩 對 以前真的是混的 以前 而且不是那種趴車的那種 是進行賭場跟酒店的 不會啊 以前帶小鬼蠻多的 小鬼 等一下 所以你進那些酒店的時候 會一邊夾一個小姐 然後進去這樣 什麼 然後他就會說 李大哥 李大哥來啦 李大哥裡面請這樣子 那是去別人的酒店會這樣 自己酒店進去拿那個 還帶小姐 就不會帶一些 自己比較寵愛的小姐嗎 不會啦 我不是那種 所以你最巔峰的時候 手下有多少人 我沒仔細算過 多到算不出來嗎 三四十人 有啦 絕對有的啦 所以就是你煙一拿出來 他們就要立刻這樣 死 過去幫你這樣點火 當然要點煙 你小弟在點煙前 應該沒有這個 我以前也幫他們點過煙 所以如果比如說你煙拿出來 然後小弟還在那邊聊天 會怎麼樣 不可能 槍殺 不可能 如果真的發生了 就比如說你現在要煙拿出來了 現在煙拿出來了 對 我跟你講 那天那個人真的是很瞎 真的 很像打愛的 你也覺得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是他的事效 真的是在開太 所以如果像我剛才這樣太慢 你不會一拳就回過來嗎 其實不會 不是 因為以前是 你隨時一個什麼動作一個眼神 你的小鬼一定會隨時看著你 他有 早就知道你要做什麼 有沒有那種太想巴結你 然後就這樣 你從遠方跑過來 然後就 跌倒 然後怎麼樣 嚇到你 我喊 然後我都要喊 我都要喊 沒有了 沒有了 你死定了我跟你講 你這樣被砍成八塊 有人這樣跌倒太緊張看到你 沒有啦 沒有啦 所以 有敬酒杯子掉了有的 你倒沒有點焉那個 你以前小時候是不是就是家境還不錯 很小的時候 對啊 家境很好 歷人小學的嘛 對 那時候 幼稚園歷人小學 那時候是好學生 我那時候公公很好 非常好 然後還因為籤筆盒是跟爸爸抓狂嗎 也不叫抓狂吧 不是看到同學有那種什麼籤筆盒 這是他耶 對 那時候好乖喔 幼稚園畢業的時候 看起來是好孩子 然後那時候是為了什麼籤筆盒 沒有 那個時候是 因為家庭環境好嘛 然後看到同學啊 同學那時候就喜歡 拿那個 他們拿那籤筆盒來比較 因為有錢人念的小小小小 用幼稚園啊 小學嘛 你看他小時候 啊 怎麼像外國人的樣子 羽毛剪耶 那時候 已經看得出來有那個 高瀏海的 就很喜歡做瀏海的那個花樣 好可愛喔 真的怎麼會有混血來的樣子 真的耶 五官很深邃 然後咧 這是你嗎 這是我啊 所以咧 然後籤筆盒怎樣 籤筆盒 沒有 那是同學拿來 因為有錢人 小孩他都會比較嘛 我一看那個籤筆盒 哇 就日本進口那種Cave 有16個蓋子 我知道按一個鈕那邊就會翹起來 按一個鈕都會翹起來 然後還有磁鐵什麼的 哇他看得很棒 我看得到 他就在那邊挑白很久 然後回去就跟我爸講 爸 我一定要弄什麼籤筆 跟我爸講半天 我爸也不知道聽懂不懂 結果後來過了一個禮拜 我每天都有不一樣的籤筆盒 一樣不一樣的條 然後我就拿去學校跟他比較 好幼稚喔 可是私立學校的真的會這樣 真的嗎 你是讀私立學校嗎 對啊 不是立人另外一家 然後也是一樣 就是誰戴了一個手錶來 你看就 然後趕快回去再 那種更厲害的來 那應該是復興的 再興 再興 你也有做過這種比較嗎 還有那種什麼捐款 比方說慈善捐款 你爸捐了1萬塊 然後他就回去講說 我們要捐10萬這樣 那你以前跟人家比什麼 都比啊 能比的都比 平一些啊 常常會輸啊 因為在興有錢人很多 好複雜的學校喔 真的會比較 所以規定穿制服有好處 就是起碼制服不會比 不會比名牌什麼的 然後後來咧 就不是家裡經商失敗 浪子回頭感人肺腑 小孩子嚎啕大哭 你媽當初說不要的時候 就很明確地說 這個是張天堂的 沒有 我前一放桌上 他就不能啊 一個禮拜之後還在哪裡 可是後來就是 真的去拍戲了 然後領到第一次薪水 2,250塊 對 不用打五下塊 這不是家裡經商失敗 後來我爸也是被人家害的 反正就是一無所有 還虧空公款 那是我爸銀行嘛 對啊 然後金庫鑰匙在他手裡了 他自己開了就借人家錢了 跟我一樣笨 什麼東西 他盜用公司的錢喔 對 這… 借朋友喔 你說笨不笨 那不是犯法嗎 犯法啊 所以後來進去關了 對啊 那你們家突然沒有爸爸了 沒有爸爸那還不怎麼樣 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連飯都沒得吃了 那我媽一個人帶三個小孩 你看怎麼辦 忽然從一個小學 私立小學的 教貴的學生 變成一個沒有家的小孩 對 沒有家 然後最恐怖的是 連我媽都被我爸害到通緝 因為我爸還用我媽的票 所以我媽還通緝 變成我媽沒有身份 然後要帶三個小孩 一塊錢都沒有 這樣子 那怎麼辦 怎麼過啊 差點自殺我媽 啊 你那時候幾歲 我那時候六十四年嘛 欸 對六十四年 國小二年級 所以你也沒辦法 好小喔 對啊 你也沒辦法幫忙家裡啊 對啊 可是那個時候我就看清楚 所有人的嘴臉啊 以前 親戚是怎麼樣對我們啊 然後後來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親戚又是怎麼對我們 你就看得很清楚 這真的很 就是說你們有想要去借助 在別人家裡 會被拒絕這一類的嗎 跑都來不及了還借助了 後來是有一個我媽的親戚 而且還不是有血緣關係的 給我們一個小地方住 我們才有一個地方可以窩 那學校就中斷了嗎 學校後來就轉學了 那我媽就是 一 常常一 一天就兼四個工作啊 三個工作這樣子 然後就小學費 就念公益小學啦 蛤 好心酸喔 對啊 我要哭了 你再打我一拳我就落淚 為什麼沒有來賓打你 想哭但眼淚又出不來 那個是不要哭啊 不用愛打 因為我聽他講 你這樣不哭會不會太沒人心 還好啊 因為你沒有再問細節 再問細節就真的會哭啊 嗯 所以這樣熬了幾年啊 這樣啊 就熬到 我從那一刻起啊 就是我家被拍賣嘛 然後 然後 所有的 只要你看到東西通通被拍賣啊 連那種電 大同那種電風扇 綠色那種電風扇 也可以被拍賣 然後我在那邊看喔 從那一刻起我就發誓 我在這輩子一定要當有錢人 結果後來竟然加入幫派 那你媽不是氣瘋了 嗯 其實要怎麼講 你一個小孩子喔 你本來是家庭這麼富裕 要什麼有什麼 突然間到一無所有 你連買一支鉛筆都沒有錢的時候 你那種心裡面產生的抗拒 變成會一種 啪 很 惡霸 就看到同學有 這個我的 會變這樣嗎 心態變得不健康 對 從那時候開始就變成養成一個 其實是防禦性的 那種自卑一些 自卑跟至尊的一些抗拒 所以這樣哪一個倒霉鬼 到他面前來秀日本鉛筆盒 就會立刻被搶走 對 打一頓然後搶走 打他不會 從今天起這是我的 那也沒人敢反抗 哭啊 就跑去告狀 告狀那我就被老師打了 要不然怎麼辦 對啊 會產生那種不好 所以你當時想說 將來一定要做有錢人時候 只是一個模糊的想法 並不知道是要從商 還是要做什麼 通常一個國小二年級的 小學生要當有錢人 隨便想想 不是 有立下自願 可是他怎麼可能知道要怎麼做 方向不知道 對啊 只知道要有錢 不知道從事哪一行 所以後來就路會越走越偏 那後來經營酒店賭場的時候 真的可以賺到錢嗎 賺到很多錢 所以也算是一個有錢的方法 對不對 可是那個錢是我媽不要的錢 哦 對啊 哇 你媽這麼有原則啊 當然有原則啊 因為吃到自己兒子在開賭場酒店 確實也滿怪的吧 如果是你媽呢 應該進去賭吧 沒有寶貝啊 我們要今天來賭了啊 吃醬 還有台平兩首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穿皮衣的來賓 好 今天穿皮衣不知道跟他 要去問有沒有關係 我們歡迎陳子祥 歡迎 平常是第二次來嗎 有第二次來 上次來有穿穿抖對不對 就是 表現武術動作這樣 只要有武術的時候 你就會來了 你今天最主要是 請問那個幫派有沒有 小弟可以加入的地方 你為什麼穿 你的皮衣是為了擋什麼嗎 也沒有耶 你裡面那件衣服不會是透明的吧 不會啦 不是 只是彈性 彈性 怎麼樣 有意見嗎 沒有 因為我以為是透明的 我就覺得還滿跳的啊 因為是透明的呢 就會請他貼個兄弟 所以你跟李大哥是怎麼認識的 拍電 那時候他還沒有加入親戚 還有那個 民視的八點檔 我們之前就有認識的 對 因為他的高瀏海 你就沒有意見嗎 我有意見 不是 我是為你介紹的 他不高啊 欸 關公面前他算什麼啊 不是 他的瀏海很厲害 他兩種造型 他有辦法 我第一 我覺得他的瀏海好像一個造型 但是他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有辦法 打石到時候 瀏海不動 但是身體一直 瀏海還是去 瀏海硬在那邊 對 硬在那邊 他從以前在當武術演員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個造型了 對 他永遠兩種造型 對 他永遠兩種造型 所以你們倆現在還可以套招嗎 還可以啊 還可以啊 真的啊 可以真到嗎 你應該很久沒有套招了吧 欸 蠻久 會不會打中拳啊 那倒是不會啦 因為套招既然套好了 怎麼還會中呢 看一下你的功夫 所以瀏海不會中嗎 不會 不會 不會中 真的假的 真的 好硬喔 我先不要拿下 謝謝 你們要先套嗎 先 我們先打個動作慢的 然後再來 再來打正 正常TEMPO 好 大哥 手下練習 這樣 1 2 3 4 5 6 真的有套喔 哇 好 很厲害 所以用快的可以用快的嗎 可以用快的嗎 剛才這個是慢的嘛 對 好 那就小心了喔 來來 等一下大家有沒有台詞啊 你們兩個應該是要演敵人啊 真的 然後出場然後就說 然後你就要說 我早就看你不順眼了 你就說 來啊來啊 有種就來啊 你就說 不要演我不敢 他要套招 一字太多 他要拿頭昏 還是交兩句 叫下個幾句這樣子 我先講 我給他 一週看的事情你怎麼講 高溜海協成關你屁事 你敢說我 怎麼樣 你以為你雙刀火雞是不是 啊 來 好 還沒啦 哇 好快喔 好 就在那速度 好來來 預備 要用那麼用力嗎 差不多啊 他打到你了耶 對… 我要擋啊 沒有關係嗎 我們要擋啊 叔叔有練過喔 真的是有練過 我們都有練過 所以現在OK了嗎 可以 好 可以來 預備喔 走 好 好痛喔 好厲害喔 好痛喔 好痛喔 等一下我嚇到了 蛤 好快喔 那 招…那個套的招是常常用的 套術是不是 不一定 有的是更大動作更難的 有的是要從三樓還有四樓這樣 撞玻璃出來 然後後面還爆 爆點 就那火這樣晃衝出來 你要從空中這樣 那掉到一樓 所以你從那個 開酒店賭場 改成做武術演員的關鍵點 是哪一個點啊 對 怎麼會 幹嘛要放棄那個生活 怎麼講呢 其實那時候就是為了 就是 想要變有錢人嘛 嗯 所以越走越騙越走越騙 那到後來 你錢回來拿去家裡 那你媽也不要 那我想說奇怪怎麼回事 那後來是 原來是突然間發現我媽老了 喔 突然間的 就是突然間看我媽眼 覺得我媽怎麼變那麼老 所以你媽當初說不要的時候 是很明確的說 這個是髒錢她不要 沒有我錢就放桌上了 她就不拿 一個禮拜之後還在哪裡 很多嗎 對 就一滴 對她也不需要講 她就 你就很清楚她不要 可是後來 就是 真的去拍戲了 然後領到第一次薪水 兩千兩百五十塊 因為兩千五扣罪 兩千兩百五十塊 那薪水帶還有零錢 拿回去給我媽 我媽把錢給我 薪水帶她收起來 我要哭了 這還滿感人的 你應該還是缺一拳吧 沒有 沒有 不用對 不用打一下嗎 算是我也不敢推不起來 我可以打中的 我每天都會被嚇到 我們全部會中的 我覺得 少來 真的啦 萬一我剛好就是一感動 要給觀眾看 然後你就會過來 所以你 你是不是對這種 混過改邪歸正的男生 覺得很 很有魅力 我覺得願意改邪歸正的人 我都覺得很欣賞他 而且班出媽媽 爸爸這種我就覺得 不是班出是真的 聽到爸媽的故事 我真的覺得很酷 兩千五百塊 因為我媽還沉迷於賭場當中 所以兩千五百塊 是多久的酬勞 一天嗎 待了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才兩千五 我出演員酬勞這麼少 差不多 對啊 知情更吵 我那時候兩千五百五十塊 是我去拍台式的一個戲 一個 一集的 一個鐘頭那樣的戲 你剛出來的人 拿什麼錢 兩千兩百五十塊不錯 最少沒有幫你當理事演員 可是一個禮拜 你就靠那個錢過火 對啊 你以前一個晚上 可以花十幾萬 對不對 突然間 拍了一個禮拜的戲 拿到兩千兩百五十塊 你真的不知道該笑還是該哭 可是從那新嘴帶 拿回去給我媽之後 我知道說 這個東西 那個價值是幾千萬幾億 天啊 對啊 所以真的是因為媽媽的關係 不是因為你在道上得罪什麼人 不能再混了嗎 比羅勢纏爛爛打 把到模特兒美嬌娘 好多好漂亮喔 好受 後來他怎麼打動你呢 後來他就是 就是二十四小時裡面 我上下班 他那時候拍戲拍到三點 然後在我們家樓下 等到那個時間到了 然後叫我起床 然後我就下去 他就載我去上班 他有沒有跟你講那些 兩千兩百五十塊 有 有 有 你看嗎 抬個那邊拿手 那個大可不一樣給你看 抗熙來了 應該也有吧 不會了 不會了 真的啊 那不是 哪個大哥來找我 找我幹什麼呢 對不對 請教你劉海怎麼輸的 你這樣子還可以打 找了他二三十年了 李羅啊 你撥海鬥 你怎麼可以那麼硬 劉海那麼硬不難 就因為一直噴膠就好了吧 有些人抓不到秘訣 還是會塌啊對不對 對 真的啊 劉海要先 就是你先弄好 然後噴好之後 然後還要拿一個 小的熱風把它吹乾 你知道 然後就會不動 不動冥王 所以要吹多久的時間 這個頭啊 再半個鐘頭吧 對 有必要 真的要研究這件事嗎 沒有啦 OK了 所以 我現在會不會改一名叫高劉海 下一個戲 可能會有新的角色 那 你也演親戚不計較對不對 也演 你演了也是快兩千幾嗎 沒有沒有 我是中間才加入的 比他晚很多 比他晚很多 然後你在裡面演的是 是一個代表的兒子 民意代表的兒子 民意代表的兒子 所以是權貴子弟嗎 對 其實喔 一開始的時候 親戚不計較定妝的時候 就有他了 第一集的時候 就開始定妝就有他 他本來是要演我的孫 孫子 孫子 怎麼會 對 可是問題 就是戲一演下去之後 收視率太好了 我們不可能馬上 讓這個孫子長大 孫子長大 那我們就更老 所以不能讓他長大 他不能讓他長大 他怎麼出來 所以一拖再拖一拖再最後 可是那個製片 那個製作人的邏輯 怎麼會讓你演老人家 對啊 你外型這麼年輕 你的角色是幾歲的角色 本來開始的時候 我們打算譬如說 因為戲還沒有上映 誰知道好不好呢 雖然我們自己很有信心 那我們這些咖都還不錯 卡斯都還不錯 那可是一播出的時候 哇 這麼好 本來只打算可能 如果八十幾的話 哇 好棒喔 好厲害喔 結果怎麼知道 到已經拍了好幾百幾的時候 怎麼還沒完 就是已經 永遠就留在這個區塊 八點檔 因為你時間都卡斯在這裡 八點檔也不敢用 就一拍就拍了五六年 不是啊 那怎麼會一開始就設定你為老人呢 對啊 為什麼沒有找個真的老人來演老人 我一開始是年輕的 我到了第十一集 才變成老人 所以原本如果說 如果說以一個四十集 或六十集 八十集的戲劇 戲劇的話 就是後面這幾十集 演個老人沒什麼嘛 可是怎麼知道 一老人一演一演個五六年呢 所以你怎麼知道 你會演好笑的角色啊 其實我覺得演喜劇啊 你本身第一 就是自己一定要有幽默感 所以我這樣 我看小S他如果演喜劇 一定一流 絕對一流 真的啊 對啊 那你自己本身有幽默感以外呢 再來就是你要 讓觀眾感受到什麼 你一定要讓他接受得到喔 不是你自己覺得好笑就好笑 你要讓他感受得到 然後這個人物個性一定要有生命 OK了 你有想要放棄過演藝事業 有 就在民視開台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就想啊 好啦 就是演最後一檔 春天候母星嘛 結果那一檔突然就爆紅 所以如果沒有紅 本來打算要去幹嘛 做生意啊 什麼 哪一類型的 進出口啊什麼都可以啊 就是 就是一般生意嘛 就是很好笑的 這是二十幾歲的時候嗎 對 對 哇你真的蠻日本風的耶 欸那你後來進入演藝圈之後 還是風流嗎 風流倒不會啦 我以前交女朋友一個就是一個 我也不會同時交兩個 就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是這樣 真的 對 你有一個前任女友曾經來過看戲來了耶 喔真的喔 對啊 真的喔 對啊 我們跟她聊得還蠻賴的 她來講話喔 喔喔那我再知道哪一個 蛤 你剛剛還不知道我們講的是哪一個嗎 我當然 那只有幾個 你演藝圈不是只有她一個嗎 剛剛的意思就是 天啊 那那就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文靜的也來過 有很多你的事情 蛤 真的嗎 沒有 好啦 只有一個因為你請到你婚禮去過 我覺得可以講 你可以講嗎 去我去參加婚禮啦 對 喔那可以講可以講啊 可以講喔 所以沒有去婚禮就不能講對不對 沒有去婚禮那個我是 因為有答應過她 不在媒體上談論她啦 那去婚禮是哪一個 方文靈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方文靈是好朋友 不是 方文靈沒有 那去婚禮的是誰啊 葉歡啊 喔 所以葉歡可以講 為什麼不能呢 對啊 兩個都是真心過的人 為什麼不能呢 所以不是那種撕破臉很難看是不是 我是覺得 我是從來不會跟女孩子真撕破臉 我很難把你跟葉歡連在一起 對啊 所以你們是因為演得 是因為女孩子的劇照 是因為這樣才認得的是不是 對 就是這部戲才認識 她那時候已經是演戲 不再是歌手了是不是 喔 對 她那時候 對 所以你是很會追求女生的人是不是 追求 我倒不見得 我覺得我是一個滿真誠的 對 你覺得你追女生的殺手劍是什麼 我覺得是真誠吧 我覺得人叫真嘛 你怎麼追到現任老婆的 我用24小時來陪伴她 騷擾她 我除了拍戲以外 我就一直陪著她 可是聽說你不是嘎三個戲 嘎到累到 在民視的攝影棚裡住下來了嗎 以前啊 那個那是什麼狀況啊 怎麼會這麼忙 喔 那個時候是拍親戚不計較 然後又拍飛龍在天 然後等於 24小時就一直在拍 因為這邊拍完了 這組人可以休息 可是那組在拍 我就過去這組拍 那就拍一拍一拍 所以拍了 我大概兩個半月 就要一直換衣服耶 對不對 還要換頭啊 頭套啊 換衣服換頭 就是卸妝上妝 卸妝上妝這樣 那中間就是完全在攝影棚 那十分鐘起來 就錄這樣 連續過了兩個半月 有躺到床了大概六次 可是每一次不會超過五個鐘頭這樣 兩個半月 可是攝影棚可以讓你們這樣子睡嗎 不是 民視的攝影棚有 有絕大參觀一下 那都是一大排那種躺椅 大家都死成一團這樣 真的啊 就只能抓空腦在攝影棚睡喔 對 那這樣身體不是會搞壞嗎 所以我算是民視男藝人裡面最能撐的 可是你為什麼還有力氣去跟 追你那個太太 這麼累啊 這是老婆耶 拍戲是一段時間耶 老婆是一輩子 難道你不該用心嗎 你們怎麼認識呢 因為我老婆那時候是在東森 在東森購物頻道當模特兒 她從高雄剛上來 然後我那個時候 我是有一個小學同學 她是在東森裡面導播組的 然後那時候她知道我沒有女朋友 那有一次我們在外面吃麻辣火鍋跟我講 有一個女孩子啊 多漂亮多乖怎麼樣這樣講 她講話我是根本完全不相信 因為她以前教的每個女孩子 都其從理 從她口中告訴我漂亮 我理都不理她 結果咧 她旁邊另外一個打燈光的工作人員說 那女孩子真好真乖真漂亮 反正跟我不熟的人講話我就相信了 好 沒關係 那她今天幾分上嘛 對不對 今天 老婆也在現場 好漂亮喔 真的很漂亮耶 我們請她上來吧 好 老婆我破亮喔 好說好說 那個時候他們就說 要介紹男朋友給你認識是不是 對 他們有跟你講說是誰嗎 沒有 她以前很好玩 我在兩張節目 我不知道她是誰 她就戴那個 鴨舌帽 然後就 我要去現場偷看 假裝是工作人員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先看到電視的時候 我知道是哪一個 後來趕快趕快 然後後來到現場去看 我戴個帽子穿個皮 然後在那邊 然後進去 然後就在看 我看到 哇 真漂亮 然後這樣子 然後她沒有完全不知道 結果是她旁邊的 她的朋友 就是她的一樣模特兒 後來她居然還可以告訴她說 妳那個人還開冰室 真的嗎 你看那個其他模特兒多厲害 那個戴帽子 那個手上拿著一個 那個冰室的 車子的鑰匙 我說哪一個啊 是哪一個 我找不到 竟然妳的姐妹還滿會搜尋有錢人的 對 沒錯 因為她們購物模特兒應該還 辨認商標還滿滿確的 那 那時候妳有看親戚不計較嗎 我 我有看 我覺得是一個老頭子在追我 我快被她嚇死了 我學姐就說 我學姐就說 我們不知道是誰嗎 然後 我同事就說 有一個演員要追妳 然後那個 我就說 是誰啊 她就說李羅 一個叫李羅的 我就說 我知道啊 她是演那個 《請假賣戒口》那個 醜陪亞 我學姐就說是誰 我說沒關係 我晚上開電視給妳看 然後一開 那個白頭髮的 我學姐就說 因為她要幫我介紹嗎 她就說 家傑我對不起妳 我對不起妳 我不知道是她 對啊 因為她要幫我介紹 對 結果後來她怎麼打動妳 李羅的標準麥當勞頭 老婆看不順眼 有意見 對於高瀏海 妳都沒有任何的意見 或什麼 有 我有意見 可是這是她的堅持 我沒辦法 那妳跟她接吻之前的笑唱 老實講沒關係 不過厲害的是 妳那麼激動 妳以後還在那邊動 謝謝 謝謝 怎麼 她怎麼打動妳呢 後來她就是 就是24小時都黏著 我上下班 她那時候拍戲拍到3點 然後我5點要上班 我上凌晨的班這樣子 然後她就 在我們家樓下等 就是3點多 然後她下戲 然後在我們家樓下 等到那個時間到了 然後叫我起床 然後我就下去 她就帶我去上班這樣 就這樣等一個多小時喔 就幾乎每天就這樣 對啊 還滿浪漫的啊 可是因為她很習慣 在睡女朋友躺一睡 所以在車子裡她也能睡 對 她也能睡 就那 她有沒有跟妳講那個 2250塊的故事 有 有 妳看嗎 還有一個 那妳不要拿手 那個大小不一樣給妳看 我以前知道 可是我一直不敢問 她有沒有告訴過妳 手下超過100人這個呢 這個也沒有 其實她不太跟我講 她跟妳吵架的時候 會不會很兇 嗯 滿兇的 有擺出那個 很兇很的表情嗎 她會流氓的樣子嗎 可是很少 我們很少要吵架 那妳印象中一次是什麼 為了什麼臭 嗯 妳講啊 有什麼就講什麼啊 關心 沒有 就那個 我跟朋友出去吃飯 對 然後咧 就 是一個男生是不是 對 她吃醋 單獨 單獨跟她出去吃飯 對 她還有沒有把那男的腳筋挑斷 沒有啦 因為我很忌諱這個就是說 我就說 就是 就是 我們既然要在一起 就不要有什麼男男女奇奇怪怪的事情 對 要不然就是我 對啊 那妳為什麼要單獨跟那男的出去吃飯 沒有 就是朋友 對啊 她認為沒什麼 可能這是我的機會 所以我就很作狂 妳是幾年級生 六年級生 六年級生 她小我12歲她68的 那她給妳大好的時候妳有很害怕嗎 有 很害怕 所以就哭著求她原諒妳 沒有 沒有 就不理她就好了 那妳跟她接吻之前有笑場嗎 她如果在家不會用這樣 然後她就戴一個髮菇這樣 戴髮菇 那也會笑場吧 沒有 因為我狗髮有點長 對啊 狗髮很長 千免 為了方便做粗皮造型 所以不能剪 對於高劉海 妳都沒有任何的意見或什麼 我有意見 可是這是她堅持 我沒辦法 妳有跟她罵過 有 說什麼 因為上一個 上一個日證當中 那個八點檔 我是希望她不要弄這樣 可是她堅持 可是她不是弄這樣 妳要她弄怎樣 就一定會有瀏海啊 對 我頭髮很難弄啊 對 我頭髮很難弄啊 那又不能弄粗皮頭對不對 那不是變兩個樣子有點類似 也對啦 對啊 那個婚禮的時候 她的前女友到場 妳會不會覺得很 我跟葉歡姐 滿熟 滿好的 真的嗎 完全心裡不會有疙瘩嗎 對 不會 她對我很好 她有拿小朋友衣服來啊 還有煮東西給我們吃 燉湯給她喝 裡面應該有兔痰吧 沒有沒有 這樣子 所以她大你12歲 這有什麼好處嗎 就是婚後比較不會吵架 她會讓你 對 她會讓 對 她會讓 那體力還OK吧 她 老實講沒關係 又有嘎氣 然後又大你12歲 會不會 還不錯 沒有輸六年級生 沒有 沒有輸 妳有沒有叫她故意把頭髮刷白了 給妳玩 她每天下戲都是白頭髮 妳會不會我玩一些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 比如她演醫生啊什麼的 她有教我說 我們來假裝演什麼這樣子 然後 演什麼 劇本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以後可以 沒有啊 她就演那個她白頭髮 然後我就說 我好想演戲裡教我 然後她就說 那你現在演那個驚訝的表情 然後她就 她就演死掉 我要演驚訝的表情 結果 我馬上笑 因為她 太多表情了 她演死掉 太好笑 所以怎麼死 死掉 為什麼會有表情 不是 因為我演戲會故意很誇張 她看了就受不了了 對啊 所以這不是規防遊戲 這純粹是一個 演遊戲而已 遊戲 遊戲啦 規防喔 我還以為她要說 她把頭髮刷白 然後她演一個說 我很想進演藝圈的小女生 然後開始吃她豆腐這一類 我還以為是這種戲嗎 沒有沒有 不是這種 對 我覺得你們應該玩一下這些 對啊 應該可以增進 她是東森購物模特兒 然後很想進入連續劇這個圈子 然後你是大牌啊 你要提拔她 你就要補血她 逼她 要貢獻 她一定不會演的 可以 妳很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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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可以演這隻 好 她再試試看 不要試試看 所以妳現在結婚後 就不再當歌舞模特兒了 是不是 對啊 因為我要帶小孩 妳是福福的寶貝小饅頭 已經到現場了 我們扮演小饅頭 哈囉 小饅頭 哈囉 小饅頭 她皮膚遺傳到嗎 乖乖乖 好可愛 好 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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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像很會帶小 好可愛 好可愛 沒關係 看到妳就好了 你看她真的跟媽媽一樣 好發的 好發的 警衛把她帶走 警衛 所以我說小孩就是 看個十秒我還可以 乖乖 不是 她剛剛睡醒 麻煩帶到場外好嗎 去去去去 她可能看到太多燈 她將來 如果假的 假的拍廣告 妳們也會答應 廣告好了 廣告可以了 可是其他的就是 什麼要拍戲怎麼算的 那如果太太想要走演藝圈呢 沒有啦 我是跟她開玩笑的 對不對 妳不會 妳角色扮演是開玩笑的 所以妳已經完全不想要再 有任何工作 就好好的再帶小孩這樣子 工作 我不 工作是可以啊 可是不一定是演藝圈 對 妳剛剛結婚多久 一年多 嗯 結婚喔 去年 結婚典禮是去年了 可是小孩 我們是先生小孩在結婚喔 先上車後補票 所以婚禮上小饅頭有出現 有啊 對 為什麼不懷孕的時候就結呢 那時候還不想 每天在結婚 每天在結婚 沒有辦法結婚 妳怎麼會認為說 妳怎麼敢相信她說 生下孩子來她真的會娶妳 我懷孕她就決定要娶我啊 萬一她最後跑掉咧 可是她就是 他們家都認同我這樣子 她媽媽她姐姐 所有人 對 對她 所以妳從來沒有懷疑過她 我這個人不講假話 我所有人就會做的 真正跟她相處之後就知道 那妳家長 可以相信她 也相信她嗎 對 妳爸爸有同意她這個女婿嗎 後來慢慢的接受 開始為什麼不喜歡 開始會覺得說 因為她都 之前都演反派啊 然後有演很多奇怪的角色 奇怪的角色 我爸爸回到一隻錄啊 不是 妳有拍撞洋藥 然後 對不對 沒有啦 妳當然有些藥瓶的廣告 因為 那妳有沒有算過啊 她演了一千八百劑 應該要交給妳多少錢 她的錢都放在她媽媽 她便幫她 幫她負責 沒有給妳一些喔 妳還不大倆狗妳 我覺得這樣不行啦 這樣不行啦 趕快成立小白頭教育基金會 對啊 有啦 放心啦 妳這樣沒保障真的 不會啦 馬上掉個五千換到她負責 對啦 好啦 而且她這樣可以背著妳 繼續借錢給別人 妳都不知道 對啊 我已經發誓不會了 真的不會 因為我現在所有錢 都在我媽那邊 我也動不了 真的啊 妳真的有跟妳媽媽 跟她的媽媽已經 對 他們兩個多要好 我媽現在疼她比疼我還疼 一定要啊 一定要對她媽媽好的啊 對 因為她的死卻是媽媽啊 對 對 這樣喝花酒就還好啦 沒關係啊 我覺得喝花酒還是不行 不行 我也覺得不行 哪是花酒 我覺得花酒要有個定義 我覺得是說 就是有人幫妳倒酒那沒什麼 如果妳是去弄什麼制服店 那種 我弄就覺得有點噁心 妳怎麼知道有制服店這件事 我去過啊 我哪什麼店沒去過啊 誰覺得妳去制服店了 我有陪她去酒店啊 對啊 那個小姐會貼過來她都不要 可是我不知道我 妳在妳面前啊 可是根本沒有必要去那邊啊 不是 我故意帶她去看的 制服店什麼樣子 那什麼店什麼樣子 都讓她知道啊 她發臨時演員來演的 那是一個攝影棚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樣男人的時候 我是談生意的 我根本不會對她們怎麼樣 藉口 藉口 這很難解釋啦 不過 而且一個月一次妳就讓她去吧 不過我講實在話 妳說 藝人真的到酒店 這種東西 人家一定會知道 如果妳有幹什麼 不要告訴我們 說天底下有什麼秘密 演藝圈沒有秘密 不過厲害的是 妳那麼激動 劉海都還是不動 謝謝 我真的沒有 那頭還聽在那邊 妳真的會害得觀眾這一集 在看她的劉海 這很煩 那 所以 吵架的時候誰先道歉 對 這樣還滿甜蜜的 我一定會先道歉 不管是什麼事一定先道歉 要不然怎麼辦 這樣是好男人 是好男人 因為她會抓牛角尖的人 那我是反正什麼事情都看過 什麼都對 妳就姿態低一點 那又怎麼樣 反正在家裡 沒錯 妳是不是不當模特兒以後 就開始打扮得比較隨性 對 真的啊 打算往黃蓮坡路線發展 可是她裡面好像隱藏了 一件有鑽石穿鞋 所以我不太懂她路線 所以她打算我們怎麼樣 就是要叫她脫外面嗎 沒有沒有 所以妳現在該不會就是 不再穿性感的短裙那類的吧 比較少穿 因為有時候出來要抱小孩 然後穿比較低 她會拉 對 對 妳要再性感嗎 比較不方便穿 對 妳說媽媽那衣服被小孩拉開 那一刻我就覺得還滿性感的 對 她們的夢想就是有小孩 可是還是很性感 對 不然被小孩拉到露臉 然後說對不起 不是 我想露臉 是小孩逼迫我走上這條路的 有嗎 我朋友 我朋友小時候 她媽媽都把錢捲起來塞在這裡 然後她牽著小孩出去 然後小孩看到東西要買 她媽媽說不買給你 我要 我要 然後就衝上去把胸道撕開 然後就 她媽媽是很想要哭嚕 但沒有機會 她沒有想到小孩會做這麼狡猾的事情 所以妳現在都不走辣的路線 對 真的喔 還是說被她規定 被勞工規定 沒有沒有 我買很多很好的衣服 還是什麼就是 以之前啦 買給她 她也都不穿 就放在那邊 對啊 像那種凋皮大衣 見二幾萬她也不穿 台灣沒有這種天氣吧 對啊 就是穿剛剛一次吧 然後反正現在買給她也不要 那我就沒辦法 妳嫁給她之後 妳摩托爾界的朋友們都很羨慕嗎 就是說嫁給大明星 見人見識吧 還是嫁給一個老頭很恐怖 見人見識吧 看起來婚姻很幸福欸 真的是 而且老婆真的漂亮 謝謝 真的 而且妳在前面那幾任 這麼有光芒的女明星之後 還是沒有頭昏腦炸 還是選這麼清純的女生 對啊 我沒有道理不許她 跟妳之前的路線差很多耶 跟妳之前的幾天路線很不一樣 之前比較喜歡性感成熟的嗎 也沒有耶 也沒有就剛好遇上 我沒有一定限定是什麼型 只要是真心就好 那是有一任是那麼愛講話的 現在不知道這麼安靜的位 習慣嗎 很好啊 很好啊 你怎麼好啊 真的啊 你不要勾起她流氓的性格 等一下要擋還是 新娘麥給給我還要拍自己啊 不知道耶 因為這個戲 因為觀眾很喜歡 到現在收視率都是非常好 那只要觀眾還願意看 我們當然是一併做啦 哇 超爽的 對啊 那一隻眼吧 打不起 希望你們這個婚姻生活快樂 謝謝你們今天的參加 謝謝 謝謝 謝謝